原铁已被删除 美国的贫困件都不如 我没记错吧 那么比较两国购买力和工资收入水平就行了 扯其他的干什么 不过我心情好 那就谈谈国际贸易和国民生活水平的关系 国际贸易为了两国交换方便 全取一种货币计价 两国规定他们之间的交换比值 或者由国际市场决定 这跟国内民众生活有关吗 比如过去中国规定 人民币比美元是一比二 八 后来有调整为一比八 三 是不是中国人生活水平下降了三倍 谁会说这种胡话 比值调整啊 只是方便两国贸易 一般说 贬值一方占便宜 东西好卖了 升值一方比较吃亏 东西难卖了 就这么个意思 你在国内生活花美元吗 美国人在美国生活花人民币吗 都不行 这是国家金融主权 所以美元值不值钱 只是在国际贸易中比较 和你讨论的中美民众生活水平相关吗 你要证明的是两国民众生活水平 你却大谈国际货币比较 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所以如果你声明放弃那个题目 我们现在谈国际贸易 那也行呀 当然 如果中国开放金融主权 容许美元在境内流通 你的讨论才有意义 否则 比较的标准只能是PPP 至于石油 我已经说过了 美国资本早在很早前就拥有很多份额油 不知你懂不懂什么叫份额油 中国如果在中东有这么多份额油 降点油价还不容易吗 反而现在美国要出口了 把油价打上去就是选项了 其次 美国的农业便宜 我们发达了 人工便贵了 怎么办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在这个论坛上讨论 发达了 有钱了 减便宜的买呗 产业优势互补吗 美国卖给我们资源和农产品 我们卖给它工业品 很合适呀 如果中国拿下高科技产品 就中美来说 那就是大飞机和芯片 那美国也还是有的卖呀 卖煤 卖大豆 卖牛肉 美国资源禀赋很好 能卖得很多吗 要说美国工业成本和中国差不多 比如曹德旺都到美国建厂 那不是好事吗 不过美国学校工程师专业很少了 想当工人的很少了 工业化很难了 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大逆差了 当中国人工接近美国的时候 哦 那还早 中国还有大半数人 生活在美国贫困现下呢 所以现在不必担心 其实转移生产线的事情谁都该做 关键是你转移低价值的 保留高价值的 只要经济不因此托时向虚 把低价值产业转移出去就不会有问题 美国真正问题是经济的托时向虚 一直人们都不愿做事业 所以不存在什么发展悖论 是你一直用西方发展理论分析问题造成的 第三产业形胜是必须的 但是美国第三产业虚头巴脑的东西太多 2007年金融危机连他们自己都承认这一点 你就不必再把这些当榜样了 股票我不懂 但是美国股市最近的繁荣很危险 它的十年上涨 十年前呢 2002年的大跌就不说了 许多美国人至今没从那次大跌中恢复过来 所以股市不是我们这些人玩得起的 拿这种虚拟财富 作为国家经济的风向标 我能理解你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推崇 股票好就是经济好 美国也不敢这么说呀 他只敢说股票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应就好 否则一定有泡沫 至于中国股市 那只是为企业筹集资金的 与经济面关系不大 现在又回到贸易战话题了 你贴马行空 我跟跟跟 罗马不是一次建成的 中国购买石油现在大约20% 已经用人民币了 你没注意吗 什么叫人家和你算吗 今后如果连沙特都接受人民币 那美元就真不好说了 别以为这不可能 这两年就有可能 过去别人扁我们用总量就行了 现在不行了 于是用人均 还别说 这人均大法就是好 其实除了你提起中国人比不上美国平均线 我和你谈一下PPP 平常我也很少谈 其实中国政府也不想谈PPP 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美国为什么只使世界银行谈中国APPP超越了美国 不就是想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吗 行 我们今后不谈PPP 和政府保持一致 还是你先确定题目 我们再来定标准 因 为国际贸易有国际贸易的标准 国民生活有国民生活的标准 你跳来跳去 题目不定 我们怎么商量标准 单文内容 为我个人原创作品 申请原创加分转载 请著名 出资铁血TIEXUE.net 本贴地址 HTTP BBS TXLAC NetPost 131954001 HTML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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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P BB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